灭度一切众生 乃印尽之天体 灭度两个字 要紧 都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就是帮助 谢主 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 要谢主一切众生 灭烦恼 帮助一切众生 灭烦恼 帮助一切众生 灭妄想 灭执着 灭六到十法界的果报 灭是这个意思 那么换句话说 众生要没有成佛 你的帮助就没有圆满 灭这一字是成佛 在这个四地法的时候注意下的 苦疾灭道 这个灭就是灭道的那个灭 灭也就是圆满菩提 灭身死 灭这个无名烦恼 灭身死 灭这个无名烦恼 灭是祂的义务 比如说 我们这个手背 这个手 灭的手 这个手他立刻就帮他 就扫养了 他还能说 我为什么要绑极呀 还能说这些吗 这同一体嘛 没有条件好说的嘛 所以祝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 那个慈悲叫五无缘大慈 那个缘大条件讲没有条件的 无条件的 同体大悲 一切万物跟我同一体 我们反复迷了 不知道同一体 所以有分别 有执着 有彼此 祝佛菩萨没有彼此 知道是同一体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所以说 应尽之天之 天是自然 自应当要做的 没有什么条件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